第143集 这天,正探随着小郭的工作组外出,现在小郭对于拍摄效果方面越来越讲究了,每次都跟人预约场地,带着工作组外出拍摄。 拍完一段之后,正探在边上休息,负责伺候正探的依旧是扎里。合作的次数也不少了,扎里对这只猫的性格也了解了些。 扎里感觉,这只猫估计是宠物中心里唯一一只耍大牌还没人说的猫了,迟到早退不说,每次拍完之后,心情不爽还要到处溜溜。 不然就甩脸色,不合作。 吃的东西得另外准备,喝水得喝干净的,没人喝过的水,从来不套套绳。 而且,这些还都是boss默许的。 其他合作久了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但也没咋说,谁让这猫能挑大梁呢? 扎里只能说,还好这只是一只猫,要是人的话,这种破脾气,谁会喜欢呀? 正探可没管扎里在想什么,趴在那吃了点东西,无聊地看着那些工作人员给店里几只卖像好的名猫穿道具服摆姿势。 现在宠物中心官方网站上,注册用户与去年相比,翻了好几番。 每次发布新视频的时候,就是站内在线人数最高的时候。 在视频下留言的人也超多,大部分都是宠物中心的忠实客户。 也难怪小郭现在对拍摄要求这么多。 打了个哈欠,正探无聊地在那个躺椅上打了个滚,突然耳朵一动。 正探听到了个熟悉的狗叫声,只是离得稍微远了点,在这里也看不到什么。 正探瞟了眼那边的拍摄进度,估计还得好几个小时。 于是起身,跳下躺椅,准备离开逛逛。 扎里见状,知道这猫又要出去溜了。 第一次的时候,他还吓得半死。 然后渐渐地就知道,压根不用担心。 去逛逛快点回来啊,别溜太远。 虽然你的戏份拍完了,但也说不准什么时候补拍重拍之类的。 这次的拍摄,boss看得很重。 正探扭头看了他一眼,继续往那边小跑过去。 扎里看着跑远的猫叹气,虽然不确定,但是扎里感觉自己说的话,这只猫应该都听得懂。 来自他受益的直觉,猫太聪明了也不好,还是笨点的比较好照顾,比如正在场中乖乖被那些工作人员摆弄的几只。 正探从拍摄场地出来,围墙什么的对猫来说只是摆设而已。 翻过围墙,正探动了动耳朵,现在那只狗没叫了,回想了下刚才声音传来的方向。 往那边走几步,跳上一棵高高的树,正探立刻就找到了目标地点,不是正探火眼金睛,实在是那边太惹眼,好几辆警车在那儿呢,注意不到才怪。 靠近了些,跳上一棵树,正探决定在边上看看情况,反正现在回去拍摄场地那边也是闲着。 这周围多是一些别墅,在这片住着的人多少都有些身价,每栋别墅之间还隔着些距离,有一栋别墅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外面有几个穿着警服的人在谈话,也有人在询问周围的居民,做着记录。 正探在其中还看到核桃师兄了,他正跟几个人在谈话,不过,核桃师兄升官之后,这种事情不是只要手下们处理就行了吗? 怎么还亲自过来了? 至于刚才发出叫声的狗,正探看过去,那狗正被人牵着到处走,似乎嗅着什么,喊都喊不住。 牵着他的那名警员被硬拉着走,看上去倒像是狗在牵着人。 这片地区绿化做得不错,周围的树很多,草地上现在不绿了,但周围栽植的长绿树种,让这片地方看上去并没有秋冬季节的萧瑟感。 草地上已经被刨了好几处坑,都是黑金的杰作,周围已经有居民看他们的眼神不那么好了,这让那名牵着黑金的警员压力山大。 他只是帮上司看着瞎狗,上司说让他牵着狗到处走走,说不定还能发现什么线索。 但是现在看来,哪有什么线索,这狗纯属捣乱,都快翻到隔壁那户人家的草地上去了。 黑金,不要捣乱。 那警员使劲扯着狗链子,呵斥道。 黑金扭头看了看那警员,呲了呲牙,似乎对于这名警员的呵斥很不满。 往周围看了看,他发现了不远处那棵树上的正探。 黑金朝正探叫了几声,还朝正探那边过去。 正探没搭理他,权当不认识。 牵着黑金的警员确实不认识正探,见到黑金这反应,一脸的无奈。 你果然只是觉得好玩,别吓着人家的猫了。 正探看着树下往这边过来的黑金,他觉得黑金似乎在认真寻找着什么,依然在地上嗅来嗅去。 突然嗅到什么,跑了跑,将上面的一些树叶刨开,对着那里呲牙低吼,然后仰头汪汪地大叫几声,你又来了。 那名警员俯额,不能在草地上刨坑了,就换这里来刨。 正探往下看过去,不仔细还发现不了,那里有一只已经死去的虫子,只是,这狗对着那虫子吼什么,他不会准备把冬眠的虫子都给刨出来吧。 那个小警员扯了扯手里的钳绳,打算将黑金牵走,可黑金不干,硬是要待在那里,于是一人一狗相互拉扯着。 估计黑金也不耐烦了,对小警员的行为颇为恼火,转身朝那个小警员扑过去,张嘴对着那警员叫了一声。 那名小警员看黑金这势头,像是要咬人似的,一紧张,手里的钳绳松了,掉落到地上,连退好几步。 不过黑金也没乱跑,仍旧待在那里,围绕着那周围绣着,但却没再跑坑了。 见黑金没跑,那小警员松了口气,不过,他是不准备再接触这只狗了。 刚才真是吓了他一身冷汗,他真以为这只狗要咬他的,没想到只是吓吓。 不过,这狗比他在局里见到的几只狗要凶得多,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乖顺罢了。 摇摇头,那小警员侧身看向上司所在的地方,往那边跑去,还是换个人过来管这只狗吧,他实在没那能耐。 那警员离开之后,正探好奇之下,从树上跳下来,走到刚才黑金刨坑的地方。 正在地上到处袖着的黑金看向正探,然后立马冲过来,守着刚才刨坑的地方。 确切地说,是那只黑色的虫子所在的地方,似乎生怕正探将这里弄乱了。 正探抬脚走向那只虫子,黑金立马发出低吼的警告声,收回脚,警告声立马停歇。 再朝那边抬脚,黑金又低吼。 试探了几次,正探没准备再往那边走了。 看了黑金一眼,然后伸长脖子,往那只虫子所在的地方凑近点,仔细嗅了嗅。 对于黑金再次发出的警告声没理会。 他知道,只要自己不碰那只虫子,黑金便不会拿它怎样。 黑金刚才只是发出警告声,连牙都没滋。 相比起之前那个小警员来说,态度要好多了。 正探突然有种想吐的感觉,正探立马缩回去脖子,闭远了些。 泥马,这什么味儿啊,真恶心。 说不出具体是什么气味,光臭就算了,闻着还恶心,让正探恨不得将之前在拍摄场地那边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 还没凑很近,都能闻到那种难闻的气味。 这气味对人来说,除非拿鼻子底下认真嗅,或许能嗅出来。 但对猫狗类来说,嗅着太容易,不再去嗅那只虫子。 正探重新跳回树上,他已经听到有人往这边过来了。 过来的是那个小警员,他正带着核桃师兄往这边过来,中途还看了看之前黑金在草坪那边刨的一个个坑。 没发现什么,也没异常状况,我还拿木棍翻过,这里也没买什么东西。 小警员解释道,他在最开始见到黑金跑坑的时候,还激动了一把,以为发现什么正物或者尸体之类的东西。 结果啥都没有,这土都没有翻动的痕迹。 虽然他的专业知识不怎么样,但好歹一些基本的东西也知道些。 这里明显就没人动过土,至少近一个多月是没人动过的。 嗯,核桃师兄点点头,挨个看了看那几个黑金跑出来的小土坑之后,看向黑金所待的地方,走过去。 黑金在核桃师兄过来之后使劲儿摇尾巴,似乎在求表扬。 核桃师兄摸摸他的头,没有立刻就去看黑金跑的坑,而是看向树上的黑猫。 黑探,核桃师兄出声叫道,正探动了动耳朵,头都没抬,继续盯着刚才黑金跑坑的地方。 没有看核桃师兄,就好像对方叫着的并不是他似的,反正现在也没带猫牌。 您认识这猫,那小景原问,核桃摇摇头,估计认错了。 这猫也不像是这里人养的,看品种也没什么特别,估计是别的地方跑过来的,不过瞧着挺壮实。 小景原道,这周围的人养猫,应该都是那种一看就与众不同的那种名种猫吧,养这种的少。 没再说什么,核桃师兄转而看向黑金跑出来的土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这时正好有人叫他,核桃师兄便牵着黑金离开。 黑金不怎么乐意,但还是跟着走了。 正探支着耳朵蹲在树上,听着周围的一些人谈论那边的事情。 有两个人在交谈着,声音并不大,不过正探也能听到点。 好像是那栋别墅里面发生命案了,而且屋里的人已经不成人样,只留下骨头而已。 正探没偷偷进去看现场,但听着这两人的谈话也感觉被毛指数,感觉那两个人应该是夸大了。 嗯,肯定是,太夸张了些。 一阵风出来,正探抖了抖,还是回拍摄场地去吧,无聊也比这边好。 正探离开后不久,应付完人的核桃师兄,看向那棵树的方向,见那只猫已经不在了。 低声笑了笑,认错了,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没察觉出来树上那只到底是不是正探? 不过,刚才那只猫也在那里绣。 在被那个小警员带着看草坪上的土坑时,他就发现那只黑猫在黑金守着的地方绣着什么。 如果没有异常的话,这一猫一狗怎么都会往那里绣? 这还真误会正探了。 正探过去绣,只是好奇而已,那里也就只有一只黑虫子,其他的就是泥土和枯叶子,其他的没什么好秀的,正探压根就没发现有其他多异常的地方。 核桃站在原地想了想,让旁边找过来的人先等会儿,他牵着黑金转身又往刚才那棵树那走去。 黑金显得很激动,扯着牵绳往那边跑,要不是核桃师兄牵着,他估计就冲过去了。 仔细翻动了一下那个小土坑,确定黑金找的就是这只虫子,核桃便拿出个干净的小纸袋子,将那只小拇指指甲盖大小的虫子放进去。 之后,又在草坪那边的几个小土坑看了看,并没有发现类似的黑虫子。 另一边,正探回到拍摄场地之后,喳里松了口气,虽然知道这只猫会自己掐点回来,但每次还是会跟着担惊受怕。 毕竟出了什么意外的话,他的责任最大。 总的来说,拍摄还算顺利,正探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几乎都是一次性过关,拖延时间的是另外那几只。 回到家,正探也没再去想白天的事情,还是和平时一样的作息习惯,顺便琢磨琢磨以后去哪边逛? 楚华大学周围,也就郊远学校那边走得远一些,正探决定近期先不走那边了,工地也不用去看,反正大致都建了起来,再去看也就那样。 走哪条街去六号呢? 正探决定等娇妈他们不在家的时候翻一翻地图,主卧那边书桌上有一张校园及周边一定范围内的详细地图,到时候再择请选择。 这一晚,正探倒是睡得安稳,有人却彻夜无眠,比如何涛他老婆。 何涛一夜未归,昨天说有事出去就没信了,电话也打不通,他以前办案的时候也会将手机关掉,但这次何涛他老婆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一直等到早上天亮,等孩子去学校之后便给二毛打了电话。 二毛那时候还在睡觉,对二毛来说,这段日子八九点钟,简直就是睡得最好的时候,被吵醒接电话时语气并不怎么好,还想着直接将电话掐掉的,但是看到来电显示,立马接通。 听到师嫂的话后,二毛睡意全无,他电话一直关机,给他同事打电话。 那边说,何涛他早就离开了,不过好像有急事,带着黑金一起离开的,到现在也没回来,局里那边也没人知道。 那边何涛老婆带着焦急的声音说道,你给魏师兄那边打电话了吗? 没呢,现在具体情况还不知道。 小薇那边刚结婚没多久,就没去麻烦他,我就是心里担心。 嗯,我知道的嫂子,我先找几个朋友问问。 何涛他老婆知道二毛的背景,也知道他有点能耐,不然也不会给他打电话。 电话挂断,二毛翻了翻号码,给几个朋友拨了过去。 一个小时后,二毛烦躁地挠了挠头。 情况不太妙,何涛师兄的车被发现了,没见到人。 局里那边显然也知道其中有隐情,只是没告诉师嫂而已。 果然,师嫂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不一会儿,二毛收到一封邮件。 这是他拜托的人短时间内能搞到的资料信息,不全面,但大致能知道是个什么事件引起的。 总的来说,这是一场声战引发的流血事件,似乎很普通,但这两位在楚华市还有些名气,公司办得挺大。 看过之后,二毛坐在椅子上想了想,何涛师兄是带着黑金离开的,他要靠一只狗去找什么? 二毛决定去找下五楼那只猫帮忙,有备无患。 虽然能够去见一只训练有素的狗,但二毛更相信住五楼的那只黑猫。 就算平日里很多事情看不惯那货,可也不得不承认,到关键的时候,还真只能去找它,尤其是现在的情况与自己师兄相关。 论嗅觉,猫不一定会输给狗,之所以很多时候人们用狗去帮忙而不选猫,其实是因为猫不愿意受人摆布,不容易训练而已。 猫的性格脾气使然,它们的许多长处通常只在有利于它自己时,才充分发挥出来。 送完小柚子,在外面小晃悠了一圈的正探,准备回家翻地图决定后面溜弯的地方。 一上楼,就看到站在门口扣门的二毛。 见到正探,二毛冲到他面前,黑梅探,帮哥一个忙。 第144集 正探看着车窗外的风景,车已经离开楚华市了,不知道开往哪儿。 一小时前,正探被二毛火急火疗带出来,给娇妈的电话还是二毛在车上打的。 编了个借口,说带正探出去玩,可能会要个一两天,这只是保守估计。 从二毛当时的表情和言语中,正探感觉,这事指不定还得花费更长时间。 出城的时候,正探听二毛将事情简单说了下,只说了何套师兄为了办一个案子失踪,失踪前是带着黑金出门的。 局里那边现在还瞒着何套师兄他们家里,还没公开,不管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先找到人再说。 相比起那些人,二毛更相信自己一些。 刚出城的时候,他又收到一条短信,帮忙调查的朋友将几个地址发了过来。 这是那个宣布破产的公司,暗地里做的另一些交易的可能地址。 二毛对于那些黑色交易没兴趣,他又不是警察,也不是超人,他只管找人。 他们几个师兄弟之间,对于彼此一些小习惯都比较了解。 而且,他们曾经统一过一个行为,如果觉得事情很危险,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会在某个地方刻上某个记号。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记号,也有自己的习惯。 其他人就算知道他们会刻上记号的样子,也不一定能够找到。 正探家二毛将车子开出高速公路,然后在一个看着挺荒凉的地方停下。 周围灵星有一些青砖瓦房。 这里大部分都是菜地,树也有一些。 二毛让正探先待在车上,他下去确定一下。 等二毛下车后,正探趴在车窗那儿,看到二毛往一个低矮的青瓦房靠近。 然后站在那前面,伸手比了比,不知道怎么个比法。 五指张开手心向下,水平方向向东转转,右朝西转了点。 最后大拇指指着的方向,二毛朝那边跑过去,瞅准一棵并不高的树。 在某根树枝上看了看,便回到车上,开着车准备往下一处。 接下来,又接连去了三个地方,都是重复着这类的动作。 三次,二毛都是失望而归。 看来核桃师兄并不在这几个地方。 来到第五个地方的时候,正探依旧在车上看着外面二毛寻找核桃师兄留下的记号。 这里有条小溪,附近也没有青瓦房。 再往远处一些,倒是有大片的田地,那边才能见到有人走动。 正想着这地方真荒凉的时候,正探见二毛在一棵树上找过之后便很快回来。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二毛面上有些异样,并没有之前那种失望的眼神。 看来就是这里了。 将车开到一处挺好,二毛下车招呼正探跟上。 往那边走的话,开车并不方便。 黑梅探,能闻到什么吗? 二毛看向正探。 正探嗅了嗅,好像也没闻到什么。 倒是很多其他人的气味,还有其他动物的,干扰性太大,或者时间过得久了些,气味散了,不好嗅出来。 要寻找的话,嗅的范围再大一点看看。 但二毛看上去很急,而且也有目标路线,并没有很依赖正探的样子。 正探也就只在原地嗅了嗅,跟上二毛的步子。 正探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当追踪犬用。 论技术含量,他还真比不上那些科班出身的狗们。 就算你有拿嗅觉技能,但不懂得怎么更好地去利用,同样白搭。 二毛对正探的表现没有太多失望感。 他现在还在寻找核桃师兄留下来的那些记号。 这样来跟踪的话,更快一些。 他将那只黑猫戴上,不过是多上一重保险而已。 虽然核桃师兄留下的看上去只是一个简单的记号, 里面包含的信息却很多。 正探好奇之下看过几个, 发现记号看着像偏旁步手里面的单人旁。 也就是核桃师兄的姓氏核里面左边的部分。 而且,每个记号都有变化, 并不是正着写的, 也不是简单地指出方向。 或许,只有二毛他们几个, 才能从里面寻找出正确的信息。 看二毛在那里伸出手掌笔画, 就知道这上面比正探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正探跟在二毛身后不远处, 现在不需要他做什么, 只要跟上就行了。 路上二毛就说过, 未必会让他帮忙, 所以正探的压力并不大。 不过, 他是真心希望核桃和黑金平安。 虽然不怎么熟, 到现在也没见过几次面, 但因为魏灵和二毛的关系, 正探希望那位核桃师兄能一切顺利。 正想着, 正探脚步一顿, 抬头秀了秀, 看向前面一个方向, 那里离二毛走的路线偏离了一点。 正探想了想, 还是往那边跑过去。 在嗅到的气味越来越浓的时候, 正探看到脚下有一只黑色的虫子爬过。 往前看, 虫子更多, 就在地面上爬动, 如果不是那些枯树叶的遮挡, 或许会看到更多。 正寻着记号走的二毛发现正探那边的情况, 便转而小跑过去。 怎么了? 二毛问, 正探没理他, 继续往那边走, 直到来到一条干涸的沟旁边, 这里看着像是做水渠用过, 周围的树比较多, 而且大多都是落叶树种, 不知道是谁将地面上的落叶扫进了这条沟里面, 所以里面的树叶堆积得稍微厚了点。 若非如此, 正探刚才走过的地方, 树叶也不至于只有那么点儿, 而虫子比较多的地方, 比其他地方看上去要稍微凸起一块。 现在, 正探和二毛的注意力都不在树叶上面, 而是那些虫子, 这天气, 还有虫子这么活跃? 二毛皱眉, 他也嗅到了一些不怎么好的气味, 正探看着二毛往那条沟走过去, 他则待在上面看着, 他可不想靠得太近, 那些虫子和他之前在那个别墅区见到的, 被黑金视为正物的虫子一样。 再联想到当时听过的一些话语, 正探感觉后脊发凉, 心里也很紧张。 那些树叶下面, 是什么? 二毛已经用树枝拨开那些树叶, 溅到了树叶下的物体, 那是一具被啃得差不多的, 几乎只剩下骨架的身体。 不过让二毛选择的心稍微放下些的是, 这人比核桃师兄要矮些, 正探瞟了那边一眼就没再看了, 依二毛的表情看, 这并不是核桃师兄, 他也略放心了。 不过, 还真和那些人说的一样, 只剩下骨架子了, 看来, 就是那些虫子啃的, 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 不再去想刚才见到的那个惊悚的画面。 正探在附近走了走, 然后嗅到了核桃师兄和黑金的气味, 刚才太紧张, 全注意那些虫子和钩那里的气味去了, 却错过了这一人一狗的踪迹。 虽然二毛能够找到核桃师兄留下的大致路线, 但这边的可并不在那条大致路线里面。 正探努力辨认着那些气味, 然后寻着气味走过去, 来到一棵大树后面, 这里还有个坡度, 如果光线不好的话, 有人趴在这里, 也不容易被注意到。 看来核桃师兄和黑金都在这里留过, 时间稍微长了些, 留下的气味比较明显。 这样推测, 那些人在处理钩那边事情的时候, 核桃师兄和黑金当时应该就在这里看着, 然后那些人离开, 核桃师兄才继续跟上。 二毛看完那边, 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将树叶重新覆盖上, 跟着正探往这边过来。 看到这边的情形后, 他也能猜测出一些当时的情形。 干得好,黑梅探。 确定正探没再发现其他的线索, 二毛便继续寻找那些记号。 沿路寻找了一段距离, 然后二毛挺住了。 记号到这里就没有了, 最后一个记号并没有告诉二毛接下来要往哪里走, 也没有标注停止的意思。 难道是当时时间太紧, 事出突然, 所以核桃师兄没有时间去留记号? 二毛不知道, 他仔细看了看四周, 这里有人呆过的痕迹, 还找到了一些脚印, 至少有三个人, 还有一些烟头。 那些人在这里抽过烟, 然后, 二毛将视线落到十来米远处的那条并不宽的水泥路, 然后那些人估计开着车离开了。 可是, 该往哪里走? 二毛手上得到的资料指出的几处地点, 这附近就有一个, 但在路的另一头, 走些远, 还有个地方, 难道两个地方都去查查? 二毛站在那儿想了想, 正准备让身后的黑猫出马试试, 一转身, 却发现那只黑猫往其他方向过去了。 正探在知道二毛寻不到记号之后, 就在周围试探着嗅了嗅。 除了那些陌生人的气味之外, 其中还有并不容易嗅出来的核桃师兄的气味, 也有黑金的。 黑金的气味本就明显一些, 而正探在寻找气味的时候, 还发现了个意料之外的事情, 在那里停留了一下。 有东西。 二毛问道, 同时掏出折叠刀, 蹲身开始翻土。 有了之前那个被砍得差不多的骨架的事, 二毛现在一看到这猫停顿, 就会想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 而他也发现这里有动过土的痕迹, 虽然范围不大, 但能看出来。 正探退了好几步, 想了想, 再退两步, 然后蹲在那里看二毛挖土。 如果正探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话, 也不需要二毛来费事挖了, 他肯定会去阻止。 但现在的情况是正探无法说话, 也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达意思。 而且, 就算现在正探试图阻止的话, 二毛也肯定会去动动的。 土埋得并不严实, 二毛能很轻易地挑开上面的土, 在迅速挖了好几下之后, 二毛看到了下面埋的东西。 一坨屎! 二毛哑然, 这难道是黑金那家伙拉的? 什么时候那狗跟猫学会的这个习惯? 二毛或许并不能确定, 这坨屎是人的还是狗的。 即便是狗, 也不一定是黑金, 他只是猜测可能是黑金而已。 而正探则十分确定, 这就是黑金那家伙拉的。 只是他不明白, 明明猫才会有这种埋遍遍的习惯, 尤其是那些野外的猫, 会埋得更好一些。 他听人说过, 这好像是猫的一种本能, 正探自己除外。 对此行为, 人们有诸多猜测, 其一就是猜测猫作为独立捕猎的动物, 会试图尽可能地隐藏踪迹。 就算现在已经被带进人类社会, 但依然保持他们的野性和习惯本能。 而作为犬类, 一边拉完就走的, 居然会费功夫埋遍遍, 这难道也是黑金曾经训练的项目之一? 训导员训练的时候得有多辛苦啊! 正探正想着, 耳朵一动, 看向一个方向, 然后跳上旁边的一棵大树, 往高处爬了些, 看向那边。 白米远处, 一片长的秘籍, 却并没有什么叶子, 不知道是什么树种的灌木丛后, 露出一对狗耳朵。 那小片灌木丛周围, 是众多枯黄的植物, 而那旁边长的秘籍的一些枯草被人烧过。 所以看上去枯草的黄色和稍过的焦黑中, 黑金的影子并不明显, 如果是人眼的话, 并不容易注意到。 此刻那对狗耳朵正转动着, 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看来他已经察觉到二毛这边的动静了, 并谨慎地朝着这边移动。 博愧是科班出神的, 正探心道, 二毛注意到正探的反应, 立刻警觉起来, 正准备藏其身, 突然顿了顿, 看向树上的猫, 那猫的样子不像是看到陌生人 或是什么急剧危险的东西, 反倒像是看到熟悉的人或物, 难道, 虽然觉得可能没有威胁, 但二毛还是谨慎行事, 藏起身, 看向正探正朝着的方向。 很快, 二毛就发现了黑金, 不过, 黑金看着二毛还是有些犹豫, 毕竟他并不容易接受陌生人, 即便已经见过二毛几次了, 但现在还亲近不起来。 核桃师兄也是花了几个月才渐渐开始和黑金接近的, 见到黑金, 二毛很高兴, 可惜黑金不能说话, 二毛问了几个问题, 也没见黑金有太多反应, 不过, 二毛问起核桃师兄的时候, 黑金听到熟悉的名字, 微微有了些反应, 然后看向一个方向, 沿着这条水泥路望过去, 并不能看到尽头, 现在连辆车都没见到, 不过二毛已经能够从黑金这个反应中看出那些人和核桃师兄可能去的地方, 看来应该是核桃师兄不得已先离开了, 不能带上黑金, 而让黑金在这里等着, 再联系到新收到的几条信息, 二毛推测出了一个地方, 他决定开车过去看看, 二毛让正太和黑金等在这里, 他过去将车开过来, 从停车的那边绕过来并不算远, 他心里已经能够大致描绘出一幅路线图来, 正太也懒得走了, 乐意在这里等着, 等二毛离开, 正太趴在树上看着路, 估摸着时间, 看二毛什么时候能过来, 如果二毛迷路的话, 自己会不会再经历一次流浪生活? 想想就觉得苦逼, 正太胡子抖了抖, 他可不愿意去流浪, 而且现在肚子饿了, 周围能有什么吃的, 田鼠吗? 毕竟不是一只真正的猫, 正太还是更希望赶紧办完事回去, 看了看下方窝在草丛里的黑金, 即便这边的草丛大部分都已经是枯黄的了, 但黑金还是会选择有一些草丛, 或者树木繁多的地方, 立于隐蔽, 并不会在视野宽阔的地方久待, 即便是埋便点, 选择的地方也都比较隐蔽, 可能他做得还不够好, 但作为一只狗来说, 已经极为难得了, 如果核桃师兄一直不回来, 或者黑金没碰上他们的话, 这只狗会不会一直守在这儿? 正探觉得大有可能。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二毛开着车过来了, 下车打开后车门, 示意黑金上车, 可黑金站在那里, 看了看二毛, 没动, 正探先跳上车了, 同时翻找出二毛哥在车里的食物, 这里也有他自己的口粮, 要干活儿, 总得先填饱肚子, 不知道是不是二毛做工作成功了, 黑金看了看车里趴在车座上, 正吃着东西的正探, 歪了歪头, 看着似乎带着疑惑和不解, 但还是跳上了车, 正探原以为是因为食物这狗才上车的, 但黑金上车之后, 并没有去动正探的食物, 就算正探大发慈悲递到他嘴边也不吃, 黑金在核桃师兄那边的时候, 只有核桃师兄喂的食物他才吃, 其他人喂的根本不吃, 师兄他老婆孩子与这只狗还在磨合期, 最近难得亲近了些, 但喂食暂时没能成功, 二毛从内后视镜看到后面的情形后, 说道, 村下车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